话音未落,慕容诗诗已嫁于灵州,闪电般落在谭云身侧 他此时捉一席薄如蝉蚁的落地粉群 将高挑迷人的身段勾勒得若隐若现 他与谭云出狱时的装束一样 美得令任何男人都想产生征服的欲望 但他此刻倾国倾城的容颜上早已写满愤怒之色 无尽的愤怒 其中一分是因吴清宋滥杀无辜 另外九分来源于他的父亲慕容古道 慕容一族上百位长老自然有慕容诗诗的人 其中一名长老背着慕容古道 派人将慕容古道要拿公孙若曦威胁谭云之事告诉了他 所以他才赶了过来 小姐 你给我闭嘴 告诉我,我爹呢 你把我徒儿若曦究竟怎么了 被打断的吴清宋 爹爹,女儿给您出的三策 是想让您以上策和谭云结盟啊 您怎能冒险走下下策 不管您是拿若曦还是谭云别的女人威胁谭云 这种行为真的太卑鄙了 还有,您想过没有 若曦深爱谭云这没错 可是谭云未必就爱她呀 若谭云不来呢 您到底想要怎样 女儿和您私下也说过很多次了 就算若曦不是谭云爱着的女人 可是她和谭云都还是皇府生宗弟子时 便是在永恒之地 诸神战场失恋中的生死之交 以谭云的性格 她为了顾全大局若不来 您想过后果吗 您若没想过 那女儿这就告诉您 谭云一定会等实力强大使 带领皇府圣宗 把慕容一族像金族十族一样 赶尽杀绝啊 爹爹 女儿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慕容一族存亡的大事 女儿求求您了 不要伤害若曦 若曦和施瑶都是女儿的徒儿 女儿不希望若曦和施瑶受到任何伤害 求求您收手吧 说能收手 一切还来得及 女儿会把若曦送到皇府圣宗 我想 谭云看在施瑶的份上 也不会深究此事 女儿求求您了 您不能再搓下去了 再搓下去 您就是慕容一族的罪人 您会让慕容一族从天罚大陆上灭绝的 爹爹 您说话 女儿知道您就在这里 慕容实实说着 跪在灵州上磕头若刀算 灵州后方的谭云看着慕容实实 他终于明白 这一切还是与他无关 而灵龙圣塔内的中午师瑶 听着慕容实实的声音 他哽咽的声音便自谭云脑海中响了起来 太云你看到了吗 我就说我师父他绝对不是那样无耻的人 太云 若慕容一族听了我师父的话 算我求你了 你就别杀慕容一族了好不好 我知道你有你做事的原则 我希望你为了我 把原则只改一次可以吗 傻瓜 别哭了 我答应你 谢谢你 你以后是我的妻子 我们之间不用说谢谢 小傻瓜 别难过了 只要慕容一族回头试案 为了你 我会放过他们的 谭云传言过后 放弃了抓住慕容实实 要挟慕容组长的决定 他算是看出来了 慕容实实正如师瑶所言 正直善良 而其父 绝对是心狠手辣的阴险小人 直到慕容实实将头磕得皮开肉绽 白花仙谷之中 仍旧安静的可怕 仿佛除了他和乌清颂谭云之外 再无他人存在 爹爹 女儿知道您在这里 您出来啊 慕容实实交集的声音 萦绕在白花仙谷久久不散 而洞府内的慕容古道 不但不出来 而且听到慕容实实的声音后 更是气得浑身发抖 他布下隔音节节 猛然回望一众长老 是谁告诉小傑的 给本族长站出来 看着气急败坏的慕容古道 一众长老接大气都不敢出上一口 好 不说是吧 纳戴本族长解决了皇府圣宗之后 再把你揪出来 古道 你快看试试 慕容汗眉头一皱 慕容古道当时释放灵石 只见慕容诗诗在灵州上站起身来 右手持剑架在自己预警之上 由于慕容诗诗境界太低 故而无法察觉到慕容古道 他们的灵石正在窥视自己 只见其持剑的右手不断颤抖 锋利的剑刃已经割破了预警皮肤 一滤滤鲜血顺着剑刃低落 他环视空荡荡的百花仙谷 目光坚定 爹爹 女儿数到三 你若再不出现 女儿就死在这里 一 二 三 当慕容诗诗数到三时 慕容古道仍然没有出来 慕容诗诗忽然笑了 那种浓浓的失落肆虐心田 他知道自己的命 和父亲攻打皇府圣宗的决心相比 根本不知一提 慕容诗诗冷笑一声 接着俯视了一眼百花仙谷 低声自语 爹爹 算您狠 百花作伴 总是长眠于此 又有何方 说吧 慕容诗诗便闭上双眸 猛然挥动右臂 玉途自吻 然而 却见谭云闪电般掠上灵州 他探出右手 将慕容诗诗的右手扣住 你给我放开 我不放 我不放 姑娘 若非你放财相救 老夫也就被这个信物的给善了 你别冲动 听老夫一言 以我看来 你父亲根本就不在这谷中啊 若再的话 他还不出来 只能说明你不是他亲生的 如若不然 那你这父亲可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亲手啊 不不不 应该说亲手不如 从你的话里 老夫可听出来了 你这父亲卑鄙无耻之极 老夫听说了 皇甫圣宗可是个好宗门 你父亲就是个闹种 有本事到谭云呢 哪喜欢谭云的女人威胁谭云 真叹娘够卑鄙 你这个老东西 竟敢辱骂本组长 本组长要弄死你